自己导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 现在神给我们的祝福 神对我们很好 神愿意养育我们 这边提到说 神愿意将生命 神愿意将气息 神愿意将他创造的宇宙万物 赐给谁 不是赐给狗 不是赐给猫 赐给什么 他所创造的人 就是我们大家 我们很有福气 但是我们认识他 生命不是只有单纯的 你父母亲给的 也许我们会觉得 如果没有父母亲 怎么会有我们呢 母亲节快到了 下个礼拜日 5月11号 5月的第二个礼拜 大家就开始庆祝母亲节 所以现在就开始在FB 在社区网站就开始播 那种要感恩 要谢谢妈妈 也许我们的生命 感觉到说 好像是我们父母亲 所给我们的 但是我们看到圣经里面 提到的 创世纪第二章的第七节 神创造了宇宙万物之后 天地万物整个造好了 用五天的时间 也造了海洋 也造了陆地 也分别了晚上早晨 也造了动植物 也造了空中飞的这些飞鸟 什么都造好了 就是今天我们眼前 所看到的这些万物 造好了之后 第六天 神就造我们世上的每一个人 就造了亚当 是用尘土造的 然后他吹了那一口气 在我们人的鼻孔里 我们人成了什么 有灵的活人 我们才能够活过来 我们才能够活过来 这是神给我们的祝福 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 就像这边提到的 这一位神是什么 他愿意将生命气息万物 赏赐给我们 这不是最大的祝福吗 所以我们看到 在这样的一个神的祝福 过程当中 我们就是要认识他 这一位神 就是独一的真神 这位神就是我们 今天我们这一处教会 所办的这位真神 创造宇宙万物的这位真神 也分享给我们 可目道理的朋友 也能够让我们去明白 今天我真的要 去认识这位神 那第三个 那这个神是什么神 我们再看 《十六行传》的十七章 我们看二十六节到二十八节 他从一本造出万主的人 住在全地上 并且预先定准 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将界 要叫他们寻求神 或者可以揣摩而得 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 我们生活动作 存留都在乎他 就如你们做事的 有人说 我们也是他所生的 神除了造宇宙万物以外 他给我们生命 他造我们人 那也甚至于二十六节 提到的 他造了亚当 也造了他的配偶夏娃 从他的肋骨取出来 造了一个配偶来帮助他 叫夏娃 就设立了婚姻 就开始延续 一直到现在 我们透过婚姻 我们得到神的祝福 我们能够建立家庭 我们能够神而养女 这是神给我们的祝福 所以间接的就是 表达出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 那其他的圣经里面 也特别提到 如果今天我们得到圣灵 我们就能够证明是什么 我们是他的孩子 你看如果以父亲跟孩子 的一个关系来讲 如果今天这位全知全能的神 是我们的父亲 我们是他的孩子 我们多幸福 如果今天 如果以这个社会上来讲 这个有钱的这个郭台敏 如果我是他的孩子多好 我要什么就有什么 但是今天我为什么没有 因为我不是他的孩子 他的产业 我没有办法去承受 可是今天神给你们的祝福 是什么 他愿意让我们成为他的孩子 当你愿意去认识他 当你接受这个圣经里面 主耶稣亲自设立 甚至于示范 然后他吩咐我们要这样做 才能够让我们的生命 能够与神和好 与神连结 真正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 我们才能够承受这样的产业 所以神愿意将这份祝福给我们 神愿意让我们跟他有关系 但是如果今天我们不认识他 我们怎么跟他有关系呢 所以今天我们必须 一定要去认识这位圣 另外最后这边提到的 二十九节到三十一节 十六行算十七章二十九节 我们既是神所生的 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 向人用手艺心师所雕刻的金银石 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 神并不见察 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 都要悔改 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 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 按着公义审判天下 并且叫他从事里复活 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 神被提到 让我们去明白一件事 神对我们的慈爱 这是神给我们的祝福 虽然我们人总是很无知的 明明这位神是创造宇宙 忘入神 明明这位神是我们要去敬拜的神 我们却不愿去敬拜他 但是神都在期待 就像这边提到的 神希望我们悔改 调整自己 让我们重新认识神 神愿意将这个恩典继续 祝福给我们 如果今天我们不愿意 将来当我们真的离开了 生命结束了 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人死了之后 最后一个审判 基伯来书九章的二十七节 最后我们都要面对审判的问题 这个审判了之后 只有两个地方可以去 一个就是神为我们预备的填果 一个就是很痛苦 有火一直在烧着我们的地狱 如果今天我们认识神 我们把 因为我们相信主 受洗了 经过按照圣经的道理 受这样的洗 我们的罪洗尽了 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了 将来我们死了 感谢主 我们可以到天国 我们保守自己 一直到我们断气的那一刻 其实神都在愿意 怜悯我们世上的每一个人 祂都给我们机会 只是我们愿意吗 所以今天晚上 透过这样的道理 来跟大家做互相的分享 神的祝福 都在每一天当中 愿意给我们 当我们愿意真诚去认识祂 我们就能够真正享受 神给我们在每一天的慈爱 以及恩典 即使有很多的患难 伴随着我们 但是神却将祂的话语 来帮助我们 给我们力量 给我们智慧 也愿神这样的祝福 也能够祝福给我们 可目道理的朋友 晚上就用这些道理 做彼此互相的勉励 我们接下来就请我们 中立教会的师班 来献上几首赞美诗歌 让我们一起来 互相来聆听 我们请中立教会的师班 我来不打赏美语歌 我们来不打赏美语歌